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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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叫陳鈺銘 名字聽起來很像是好吃的環杯 我們今天的整個主題都跟如何吃 影響我們的地球 我們的健康 我們的未來有關 我今天的題目是 善待機才有好蛋 然後我要教你們大家如何挑蛋 我今年呢在動物保護領域裡面 已經是第25年的工作 大概在25年前 我就踏入台灣的動物保護工作 當時呢 我們是全台灣第一個去談 經濟動物的人道屠宰 二十幾年前 我們台灣對於經濟動物的屠宰 沒有任何法律的規範 所以那個時候牛啊 殺牛啊 你們大概很難想像 是拿一隻斧頭 然後直接朝著牛的頭 因為那個牛的鼻子有被固定 所以牛都沒有辦法太多移動 然後是拿一隻斧頭 直接往牛的頭這樣子劈下去 那我曾經拍過一個畫面喔 就是有一頭牛 就是淘汰的那個黃牛 很大隻 它在我的面前呢 那一天直接被那個斧頭 直接劈砍了六次之後 它才倒下去 它倒下去的那一瞬間 牛的眼睛很大嘛 所以牛的 我就從攝影機裡面看到那個牛的眼睛看著我 那一刻我心裡面不斷浮起一個聲音 就是人類到底為什麼 經濟動物 也就是我們吃的這些動物 用它的身軀 供養我們 不管是它的蛋 它的肉 或它的奶 那它過得好不好 或者是我們是不是應該給它基本的善待 應該是我們人類 對它們的一點最最最基礎的尊重嘛 所以這是我從25年來 一路不斷的從牛的屠宰 豬的屠宰 到現在我今天要談的是 蛋雞的這個人道的飼養 這是我的團體叫做社團法人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我們的組織呢 做了非常非常多動物保護的議題 不是只有今天談的經濟動物 也包括野生動物 實驗動物的議題 大家如果有興趣 都可以上我們的網站去看 好 我現在要進入我今天的主題 請問各位 你買蛋嗎 好 告訴我你們都怎麼挑蛋的 就表面粗糙一點的 表面粗糙一點的 是不是有一點點顆粒是嗎 有沒有人的挑法跟它不一樣的 大的然後呢 蛋黃大 可是你看不到蛋黃啊 對啊 它原本是大 所以它的東西 OK 這位小姐啊 這位美女說的是 她挑大的蛋 那只要大的 就可以確保蛋黃是大的 對嗎 好 還有沒有其他人 好 來 來 你說 我會到超市去看 它包裝的裡面 嗯 那妳說怎麼看包裝呢 超市裡面會有一些 它會告示 告示什麼 就說這個蛋是怎麼樣 哪裡出產的 哪裡出產的 對 那如果是彰化或是屏東 有不同嗎 當然有不同啊 你要看它有認證 喔 你看它有認證 那你認證什麼呢 那個 它是 上面有一個認證牌 好 上面有一個認證 但是那個認證是什麼 也記不太清楚對不對 我待會教你怎麼看認證喔 那你呢 直接跟生產者購買 直接跟生產者購買 所以你都會直接到產地去嗎 對 哇 好 好 來 你呢 我們那裡有那個 牧場直接來賣蛋 牧場直接來賣蛋 好 雞蛋呢 我們一般會說 我們很多人都會稱雞蛋 算是最容易取得的 動物性蛋白質來源 幾乎每個人 每一天都會吃掉蛋 所以我要問 剛剛我問大家怎麼挑蛋 每個人都給了我不同的答案 但是我沒有聽到 有人告訴我說 我在乎的是 生它的母雞 是怎麼被對待的 生它的母雞活在一個 什麼樣的環境下 我們做一個實驗喔 我們跟主辦單位說 現在進來所有的人啊 待會兒我們把簾子關起來 然後呢 接下來保證大家 每一天都供應給大家 五星級的這些餐食 可是我們大家就是坐在這裡 我們都不能出去了 一輩子 吃喝拉撒 會有人提供尿筒給我們 然後我們就要在這裡 就坐在你這個小小的位置上面 一輩子 吹冷氣 然後你也沒有辦法出去外面運動 那可是你可以吃到很好的食物 請問有沒有人要參與這樣子的對待 基本上沒有人要對不對 好 可是呢 這是我們對待蛋雞 我們現在吃的雞蛋的 生它的母雞的這個狀況 我們稱它叫做格子龍 什麼是格子龍 剛剛我有發一張文宣齁 你們拿起一張紙來 差不多就是比A4大小 再大一點點的空間 這個空間一輩子 我們的母雞就被養在這樣子的籠子裡面 而且是兩到三隻 甚至有時候會三到四隻母雞 一輩子就擠在這個小小的空間裡面 好 目前為止 全台灣有90%的雞蛋 都來自於這樣子的格子龍飼養 好 請問一下 你覺得這樣飼養的母雞 身心會健康嗎 不可能吧 我們用常理想都知道 就是我剛剛問的 如果我自己被這樣對待 我的身心不可能健康 那麼身心不健康的母雞 我要怎麼樣避免所謂的藥殘蛋呢 好 我覺得聯合報的願景工程呢 非常非常的有這個社會的責任 製作這樣一系列的這些專題 跟辦這樣的講座 大家知道 我們其實現在公共衛生學者 最擔心的一件事情是 我們害怕人類有一天生病之後 我們會沒有抗生素可用 全球現在最大量的抗生素 其實不是用在人上面 不是用在醫藥上面 而是用在畜牧工業的養殖上 你想想看 我們剛剛說這樣子的畫面 90%的母雞 養在這樣的狀況裡面 母雞身心不健康 它的抵抗力一定就會下降 抵抗力下降非常容易 所有的生命體都是一樣 都沒有跟我們不同 這個時候它是不是就很容易被感染 不管是病毒或是細菌 它自己的整個免疫力也會很低落 好 可是當一隻雞它感冒之後 很快的整場雞就會感冒了 所以很多時候抗生素變成 作為一種預防性的添加 大量的發生在所有的序幕的養殖上面 包括漁業的養殖都是這個樣子 滅菌劑所有這樣的使用 那這些滅菌劑 我們大家都會說 別怕啦 每天吃一小顆很微量的殘留 不會怎麼樣 但是我跟各位提醒 非常多的循環是 比方說透過雞的大便 分尿 血水 進入了我們的河川 然後以及灌溉我們的土壤 縱使我自己是一個吃素的人 我並不吃肉 我也一樣逃不過這整個這樣子的循環 所以為什麼我們大家現在 得把健康權還回給動物 那我用2018年的這個總產量來說 我們台灣人非常會吃蛋 我們一年吃掉77億顆 你算喔 2300萬人口 一年77億顆的蛋 好 然後呢我們的政府 從末端我們政府不去從源頭去管說 我一定要讓動物的身心健康 民眾才會有安全的續經產品 好 我們只是從很 很消極的從末端去抽驗 抽驗每一年的抽驗比例 77億顆 每年抽不到4500顆 好 結果這樣一抽下去呢 不到百萬分之一的抽驗比例裡面 一年平均有14件的這個藥殘蛋 我們如果用這樣的比例去推算 大概每一年可能有1.9億顆 其實是有各式各樣藥殘蛋 其實流入市面裡頭 各位 如果你們回去用Google 你們Google藥殘蛋三個字 你們會跑出來一堆一堆的新聞報導 每一年都有 沒有一年有例外 那我們看這個 因為字比較小 我這邊隨便放了幾篇 如果我用20 這個是2013年 四瘦雞蛋四分之一驗出抗生素殘留 而且是多重抗生素的使用 然後這裡是2014年 這是一個很大的事件 就是一個台灣最大的便利的通路商 驗出來2.4萬顆抗生素茶葉蛋 驗出來的時候 其實全民都已經吃光光了 也不必乏了 也不必有什麼去追蹤什麼流向 很多時候我們的食安問題 都是這個樣子 然後在2015年的時候 很可怕 食藥署雞茶 一件雞蛋藥殘超標28倍 好 那大家記得 這個在前幾年很大的一個事件 芬普尼雞蛋 大家有印象嗎 好 請問一下 芬普尼是什麼 芬普尼是農藥 農藥為什麼會跑到雞蛋去 這題很難喔 來答對的人有講 來 請說 飼料 有人說是飼料 對 當時有很多合理的懷疑 你認為是飼料 還有沒有 更接近的 還有人說是水 OK 還有沒有其他的 來 大聲一點 因為就是 飼育龍其實它很多雞會死在那邊 所以包括它下面的分別都是沒有清理 所以會有很多殘留的細菌跟蟲 所以它用分普林去噴灑 對 這個待會兒有一盒雞蛋� 其實你們大家都對 都沒有人說錯 其實都是的 有很多時候可能來自飼料飲水 因為蛋雞每天產一顆蛋給我們 它的直接的代學其實是非常快速的 但是當年的分普尼事件是 你知道雞是有羽毛的動物 所以就像貓 我們大家家裡有很多人養貓 貓會喜歡舔自己的身體 整理自己 但就是牠們的洗澡 待會兒我會給你們偷看雞的洗澡喔 雞非常愛洗澡 好 雞怎麼洗澡 比方說牠自己如果身上已經有雨絲 就是一種像跳蚤 這個時候牠其實可以張開來 翅膀來抖一抖 抖一抖自己的羽毛 同時在沙地上面洗澡 我們待會兒可以看雞怎麼在沙地裡洗澡 這個時候牠就可以把牠的蟲卵 牠身上的這些蟲都代謝掉 甚至把牠們殺死掉 但是剛剛關在那樣的格子籠裡面的時候 大家記得嗎 牠連張開翅膀的空間都沒有 請問牠怎麼維持自己的健康權 就像剛剛我說的 如果我把門關起來 我給你們錢 給你們一個月五萬塊 給你們吃五星級的餐 一輩子就在這裡面 其實我剝奪的是你們維護自己健康的權利 對吧 你可以出去曬曬太陽 有健康的維他命D3 你可以跑步 你可以維持你自己骨骼的健壯 但是我們對待格子籠蛋肌 沒有這樣子 給牠們這樣安全的對待 所以當時 因為雞身上普遍都有雨濕 一旦雨濕牠會呆 牠就很不舒服 牠會不吃不喝 牠不想吃喝 這個時候牠就沒有辦法產蛋 甚至很多母雞會 非常不舒服到 牠寧願把蛋放 藏在自己的肚子裡面 最後附膜鹽 蛋破掉 附膜鹽之後 這隻雞就死掉 所以為了要讓牠們產蛋 農民怎麼做 其實就用殺蟲劑 開始去噴 剛剛這位小姐說的 雞份底下都是大便 所以牠要去噴那些蟲卵 那甚至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農民 他並不了解說 這個是一個很不好的 這個很不應該這樣用 它就直接噴在雞的羽毛上面 最後就成為我們的食物 所以我要問的是 如果我們的雞蛋 來自於這樣的養雞場 看到了嗎 下面通通都是成年的糞便 然後牠們一輩子 就是不斷地去吸自己 這樣阿摩尼亞的味道 所以普遍上 所有的格子龍的蛋雞場裡面 牠的呼吸道跟牠的腸道 都不會是健康的 所以我要問一件事情 我再問喔 請問一下你們覺得 現在普遍一顆蛋 應該多少錢你們覺得是合理的 有沒有人願意告訴我 3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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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呢 10塊嗎 還是4塊 4塊 10塊錢 好這位民眾的怨婦價格是 你覺得10塊錢是合理 還有沒有其他 多少 15塊 你應該買的是放木蛋囉 好你看 價差非常大 從這位小朋友說的3塊錢 到10塊到15塊 我們待會來認識一下 到底一顆雞蛋應該要是多少成本 有多少成本 是我們沒有計算進去的 各位觀眾 各位親愛的朋友 我今年已經50歲了 你們應該要接什麼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好 今年已經50歲的我 其實深刻的體會到 我們會說每一個人的人生裡面 會吃三種品 食品 保健品 最後是藥品 對嗎 當我們可以好好去吃食品 維持我們健康的時候 如果我們吃的是一個不健康的食品 我們最後要花更多錢去買保健品 最後可能是藥品 但是這些東西都補不回來我們的健康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真的得知道 我們到底吃下什麼 而且我們成為我們自己吃的人 對吧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吃 讓我們自己健康 同時能夠讓更多更多的生命 跟環境都健康 是一門我覺得很重要的功課 幫我放一下影片 好 在這樣子的格子籠上面 籠底通通都是他們的糞便 成年的糞便 他們一輩子只能互相踩來踩去 好 下一個 我們再來看下一個影片 這是另外一種機種 這是另外一種機種 在夏天的時候 好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他們的嘴巴 好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他們的嘴巴 我其實很想站在你們的面前 但是說燈光會照不到 你們有沒有看到他的嘴巴 他不斷的張開嘴巴 這個我們稱為熱緊迫 其實就跟我們夏天感到很熱很不舒服 那種中暑的狀態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時候他們的產蛋率一定會下降 就是我剛剛講 如果我們熱的時候 給我們選擇 我們一定會躲到一個陰涼處 對不對 然後讓我們自己舒服一點 喝一點水 但是他們一輩子在那裡 他們完全沒有逃走的空間 所以我今天要來告訴大家 我們一定要三代產蛋的母雞 它才會有給我們真正健康安心的好蛋 那我現在來帶大家 我們認識一下母雞 其實母雞的祖先是來自於野生的鳥群 他們就是群鳥 所以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這個實驗 就是很多國外的動保團體 包括我自己 我們從格子龍裡面救出母雞來 我跟你們說 不用三天四天 你給牠好好的休息之後 牠一輩子已經被關在格子龍裡了 可是當你救牠出來之後 牠很快就懂得飛翔 牠會飛 那牠會做很多很多 就屬於牠動物天性的事情給你看 所以我待會會一一跟大家說 牠是來自於東南亞的叢林 所以牠會喜歡棲息在高處 為什麼 因為牠是被掠食的動物 大家知道吧 老鷹捉小雞 所以牠晚上一定會在高處的地方睡覺 然後睡高高的地方 還可以建立牠們的社會地位 我待會會說 那牠的洗澡是鯊魚 這是牠的動物行為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現代化的母雞是這樣 牠從孵化開始都是人工孵化 然後一日齡之後 成為三個月我們稱為中雞 中雞這個時候 牠們就會把它進入格子龍裡面 開始飼養了 然後進入 大概六個月之後 半年之後開始產蛋 產蛋之後會生一年半到兩年 然後產蛋率下降之後 整批就淘汰了 各位你們有沒有問過一個問題 請問這些淘汰的母雞 農民會給牠說 我下個禮拜要淘汰你們了 所以呢我這個禮拜不能再用任何藥了 然後呢我要給你停藥期 那你就是這禮拜一直吃飼料 那等到下個禮拜你就淘汰進入肉品市場 有可能嗎 不可能嘛 因為牠吃一天就是飼料成本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等到牠一旦產蛋率下降的時候 牠就會立刻淘汰它 這個時候就會進入我們下一個肉品工業的循環 關於淘汰母雞做成什麼肉呢 有興趣的人一定要留到最後 而且偷偷來問我 好 然後呢我們來認識一下母雞是怎麼生蛋的 你們看每一天都會在這個地方 牠會有一串的這個軟黃的產生 然後慢慢的 尤其是你們有沒有吃過雙黃蛋 有齁 雙黃蛋很大的比例會發生在剛剛開始產蛋的母雞 牠的那個軟黃的狀況特別茂盛而且健康齁 然後就掉下來到這裡形成了一個蛋白 大家有印象嗎 蛋黃的旁邊有一層蛋白是濃蛋白 再來濃蛋白的外面還有一層叫做吸蛋白 然後接下來會在這邊形成一個外殼膜 然後到這裡形成牠的蛋殼 這個時候形成蛋殼是母雞很辛苦的時候 牠會動用牠身體百分之十五二十的這個鈣質 為了形成這個蛋殼給我們 好 對母雞來講 不管這顆雞蛋有沒有交配過有沒有受過精 每一隻母雞都會認為這是牠的下一代 牠的生命 所以牠其實是用很大的生命力氣 洪荒之力要去保護牠自己的這個小孩 牠的這顆雞蛋 所以每一個雞蛋大概生成的時間 每一天大概要二十多個小時 母雞才會辛苦的生蛋給我們 那這個雞蛋的結構我剛剛已經說過了 牠其實在這個地方會有一個小小的胎盤 如果你們仔細有時候都會看到一點點 白白的那個東西 那就是牠的胎盤 然後接下來有蛋白的這些結構 好 那我現在要開始談母雞的自然天性跟行為 記得我剛剛說嗎 不管這顆蛋有沒有受過精 母雞都會視為是牠的下一代 所以當一個女人她要生小孩的時候 你會不會去跟你老公說 趕快喔 明日餐桌這邊很多人喔 把襪寬寬的躺在這裡 就生出來了 不可能 因為你會覺得不安全 你一定會找一個 讓你自己覺得是舒服安全 而且隱秘的地方 尤其是隱秘對動物而言 因為蛋不可以被老鷹或是蛇吃掉 所以呢 這個救槽的習性 你看它會發生在產蛋前的24小時 它的動情術跟助孕術會引發 它會發生四個行為 就母雞會開始不斷地步行 它步行是為什麼 它要找一個它可以築槽的地方 所以我曾經養過一隻 從隔室中救出來的母雞 我的妃妃啊 每一天都會去修她自己的槽 不管她前一天已經把它佈置得多好了 新的一天她都還是會去撿很多 如果你有樹枝給她 甚至抱紙給她 碎抱紙 她都會把它著過來 鋪在她的槽上面 為了佈置好她自己的槽 然後生 所以一隻母雞 當她要生蛋的時候 她有舊槽的需求 甚至會讓她放棄 她願意不吃不喝 好 那在國外的科學研究裡面 他們其實做過很多次的研究 比方說當母雞要生蛋的時候 她故意在她面前放一個門 然後每一天增加這個門的重量 門的後面就是有很好的佈置好的槽箱 他們就會發現 母雞知道門後面有槽箱 所以她每一天都會推開這個門 她願意負重 就是說這個門不管多重 她都願意把它推開來 然後走到那個安全的槽箱去救槽 旁邊是格子龍 後面是槽箱 但是她必須推過一個門 所以你說動物有沒有思考 她是有的 她每天都在思考 她自己如何能夠有一個安全的地方 好 再來一個呢 我們來看 我剛剛講雞怎麼洗澡 洗澡有一個目的是去除皮脂 去除體外寄生蟲 然後同時這也是一種同伴的行為 我們直接來偷看雞洗澡喔 好來影片 來偷看雞洗澡 雞洗澡超可愛的 我剛剛洗到咪咪耶 我剛剛洗到咪咪耶 好 好 雞的洗澡的原理是什麼 記得我剛剛講嗎 她會用她的腳啊 不斷地去爬那個地那個土 然後把那個沙子呢 拋到自己的全身身上來 這個時候你會看不到她有一個小小的動作 其實她在夾緊她的那個毛細孔 然後接下來呢 她會大大的抖動 抖動下來之後 那個沙子就把她身上的 就抖沾的那個油啊 然後甚至有那個小小的蟲卵啊 她就全部把它殺死 然後把它代謝下來 這個時候她洗完澡之後 你們看喔 你看在地上 就會挖出一個一個的浴棚來 這就是他們的澡缸啊 那這是在夏天的時候 你們看 在一棵大樹下 所有的雞在這裡面 洗得非常舒服 然後挖出一個一個的坑 然後這個時候 他們就會開始在樹下打盾 過了一個非常悠閒的下午 所以我剛剛講 如果我們把健康權 維護健康的權利還給母雞 母雞會解決自己很多很多 健康上面的問題 但是我們剝奪了這些之後 我們再說 為了照顧你的健康 我們來用藥 我們來這個 避免你接觸什麼病原體 其實你們會不會覺得 就跟都市的小孩 跟台東的小孩很像 我的朋友啊 小朋友幼稚園啊 才剛開學已經二度官員了 就肠病毒 他那天就跟我講說 真的這就是格子龍基 對不對 大家很有感覺吧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個 更可愛的畫面喔 就是我剛剛說 他的自然天性裡面 他在晚上 或是他已經洗完澡了之後 吃完飯 酒足飯飽之後 很重要的一個行為是 他要上高高的地方去棲息 為什麼 我們剛剛說過 就是他建立社會位階 還有你們仔細看齁 在現代化的那個牧場裡面 如果你一進去一個基社 你很容易在最旁邊的 剛入門的那邊 你會看到一隻我們叫做警戒機 那個機會站在那邊 他假裝好像咪起來 可是沒有 他那天的工作是警戒機 就是說縱使他被我們這樣 人工的巡化飼養之後 他們還是保有很多 他們的自然天性 他就是要幫整個族群警戒 如果有什麼危險 他就要發出警訊 所以你看這個叫做漆架 就是他喜歡在高的地方 也因為站在高的地方 所以他的腳可以離開地面 比方說如果今天下大雨 然後地面比較潮濕 這個時候他就可以上來 因為碧面可能開始 會有一些積水蟲卵 他就可以保護他的健康 還有你們知道嗎 透過這樣的抓 你們大家都有人吃過雞爪吧 雞爪勾到很特別對不對 有人會問我說 玉敏 他睡覺的時候 這樣子抓著這根橫桿啊 他睡著的時候 不會咚 掉下來嗎 不會 很特別 這個生物的演化 演化到他這個雞爪這邊 會有一個韌帶 當他握好之後 那個韌帶會很像 自動黏扣一樣 就扣住了 所以會讓他緊緊的去抓住 那個漆架好好的睡覺 不會掉下來 你看 然後這就是漆架 一層一層的 這個是在南投一家放牧的牧場 他做的這個漆架 你到晚上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所有的雞呢 站上去休息 好 那我這邊講一個 如果你沒有給他 這個好的漆架休息 很多雞會出現在來回舵步 甚至會自拔胸毛 所以 了解動物 知道動物想要跟我們說什麼 我們其實才有可能 給動物好一點的飼養環境 好 我們接下來 再來偷看雞睡覺 你知道嗎 是 對 我剛剛記得我剛剛說過嗎 站立七架同時是建立他們社群 這一整群裡面 他們一樣有自己的社會位階 他們會透過每一天的溝通聊天 相處知知到說 那個很壞的 那個老大 我們離他比較遠 不要哩 社會地位大的母雞 會站在哪裡 站在七架的最中間 高一點的地方 然後中間的位置 大家一起保護他 所以他是一個社會地位高的母雞 這就是他們動物 有他們自己建立他們社群位階的方式 好 我用這最簡單的三點 我只是簡單的說 這三個最容易被理解的 淡肌的天然習性跟行為 我接下來要回來 讓大家看一下 格子龍淡肌的狀況 你想想看 如果這是我們的孩子 他的呼吸道 腸道跟他的腿骨 所以我曾經去拍過一個格子龍淡肌場淘汰的時候 他們淘汰抓母雞從籠子出來 是非常粗暴的 因為它要很快 很多母雞一被抓一拉 瞬間馬上骨折 那個骨頭其實基本上已經完全沒有任何鈣質了 所以很容易就骨折 然後再來一個是他們幾乎是 我剛剛說沒有抵抗力 所以我們不能讓牠生病 所以我今天在這裡 我很希望邀請大家跟我進行一場 很重要的雞蛋革命 雞蛋 剛剛一開始我問大家怎麼選雞蛋 現在我們的政府已經有頒布一個 在你們大家拿到的雞蛋報裡面 農委會現在已經有頒布一個 就是友善雞蛋的生產定義跟指南 它規範了 什麼叫做放牧飼養 除了要有戶外的場地之外 戶外它還規定你每一隻母雞要有多少活動空間 因為你不能 好啊我就隨便給你一個這樣的場地 可是我養一萬隻母雞 說這是放牧 這是不合格的 所以它必須要被規定 那這個規定是怎麼來 是很多很多科學家 對蛋雞的動物行為了解 整個歐洲 歐美 世界各國的科學家 去研究出來這樣子的規範 那目前為止台灣的規範算是比較鬆一點 好 所以放牧是 它要有戶外的活動空間 它也要有室內的情色 你看這是放牧 放牧的場地 然後它有安全的潮箱 要有漆架 讓母雞可以滿足剛剛我說的那幾種行為 那另外一個叫做Bong的系統 它叫做平室 平室顧名思義就是說 我們就是關在室內裡面 那沒有活動空間 可是在室內 我一樣要滿足蛋雞的所有的自然行為 所以雞在室內一樣可以飛來飛去 然後它一樣可以在地上洗澡 只是它差的一個是 它沒有辦法出去外面 那這是目前為止 全世界最能夠符合動物福利規範的 這個兩種飼養方式 所以大家如果要買蛋 你要認明的不是剛剛你們說的這些東西 當然產地很重要 它的牧場來源是什麼 可是除了這個之外 有一個更高位的是我剛剛說的 我們一定要先了解 母雞是怎麼被對待的 所以現在政府已經有規定食安法 就是如果你是放牧生產 你就可以在上面寫放牧兩個字 平室就寫平室 所以你們要認明這兩個字 其他的 這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剛剛說母雞是竹爐如何被對待 那你看這就是 所謂現在台灣已經有很多人在用的 室內平室 你們看喔 這個叫什麼 這叫產蛋香 母雞生活在這裡 然後牠要生蛋的時候 牠就可以走進去 蹲下來生蛋 然後中間有一個自動的運輸蛋 母雞一旦把蛋生下去 馬上滾到那個運送袋 然後就輸送走了 就直接被我們擠蛋 所以這個很安全 就是說牠可以減少任何雞蛋 跟這個很多誤會物 這個碰套的部分 好 一被提醒時間就會緊張 所以我今天講到現在 我想綜合結束一下 身心健康的母雞 才會有安心跟心安的雞蛋 所以呢 以我們在遊說通路來說 台灣的家樂福公司 家樂福通路是第一個宣布 他們要做食品的轉型 要從雞蛋開始 所以他們做什麼 他們宣布了一個 他們有一個飛龍式的雞蛋承諾 他們做了四大承諾 各位朋友 我在這邊很懇切地要求你們 其實第一大第二大承諾 家樂福都做到 可是有一個最難的 是第四大承諾 在2025年 家樂福希望 牠所有的蛋品 全部都可以轉成飛龍式 但是我老實跟各位說 在去年 他們宣布第一個承諾的時候 他們的採購 還是會很傷心地說 怎麼辦 我們的飛龍式蛋的報廢率 有一點高哦 所以當一個企業 他願意用這樣的企業責任 去負擔這樣的風險 他想要透過這樣去教育民眾說 請大家支持友善蛋 那民眾如果不支持 這整件事情 就又會往壞的循環去走 所以整個歐盟目前為止 在2012年的時候 他已經全面廢除了 剛剛我說的這種格子龍式一樣 美國呢 蛋品加工業 已經有50%都宣布改用飛龍式 比方說包括麥當勞 然後IKEA 很多很多大型的 然後星巴克 但是我們台灣的企業 一直很多都還沒有跟上來 那再來一個是 很多跨國的企業職團 都紛紛制定了他們的政策 所以加勒服就是第一個制定 這樣子的採購政策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 友善雞蛋聯盟 這個聯盟是由動保團體成立 我們不收農民的錢 那我們幫忙去做積合 我們派了積合員去英國授訓 回來我們跟中興大學的老師 組成一個積合輔導團隊 我們遇到什麼樣的飼養方式 有問題我們就會去輔導他們 所以你們現在可以在市面上 買蛋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一個Logo 那就請你認名 友善雞蛋聯盟的這個Logo 因為由我們很嚴格的 在幫忙打官 最後我想說 每一件事情 我們整個人類的歷史的變革裡面 從幾個世紀前 我們的女人還在被裹小腳 但是有很多人一步一步開始 說我們必須尊重女性 女性也有政治參與權 我們這個歷史的進步 是很多時候是由我們在座的 一小撮人開始的 所以改變看起來很難 可是我相信我今天很有信心 因為我真的很高興 我本來以為12點 我不會有任何觀眾 全部都是我自己拉來的 可是沒想到這麼多人在這裡 我拜託大家 請你們一定要回去幫我做小眾的宣傳 然後有你 我們一定可以把整個台灣的雞蛋產業翻過來 記得現在全世界公共衛生學者最害怕的人畜共通疾病 是禽流感 禽流感的病毒一直在變異 HGNG HGNG 這樣每年的病毒的基因一直在交叉 為什麼 我們完全不願意散帶動物 所以我們把這樣的飼養方式 提供給病毒一個最好的溫傳 然後我們把它怪給候鳥 說這是候鳥散播來的 其實候鳥也是無辜的 牠是在勤場裡面偷吃牠們的飼料 最後被感染之後 就變得流帶到全世界去 所以請把健康權還給我們每一個人跟動物 謝謝大家 然後今天在現場 隔壁那邊有好幾個友善的蛋農在推廣 然後請大家去把牠們的蛋買光光吧 不要再讓牠們得運回去好嗎 謝謝你們 然後呢 我有試題的有講真答 好我第一個問題 請問買蛋要認明什麼 友善雞蛋 友善雞蛋聯盟 好這是一題 但是應該要認明哪兩個標示 看你飼養方式是平視或者是放牧 答對了記得喔 其實是放牧跟平視 然後同時有這兩盒蛋 請問一下雞是用什麼樣的方式洗澡 好鯊魚 我還有帶嗎 非常謝謝大家給我一個掌聲吧 謝謝你們 也謝謝你們在座的每一個人 掌聲是屬於你們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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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